黃毓民議員 主席 去年六月 我在回覆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發出的問卷的時候 其實我對修訂議事規則第八十三A條兩個建議 是沒有什麼強烈的意見 但是看到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案件的細節 和很多名泛民議員 包括在這個議會裏面三個主要民主派的政黨 都被揭發收取黎智英巨額的捐助 經過再三斟酌 心思熟慮之後 我認為有關的建議未盡妥善 不得不改變初衷 提出反對 出任公職就應該開誠報公 申報制度 疑謹不疑歡 很多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 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整體的表現 那個滿意率是持續偏低 市民對議員的操守有極高的期望 議員有責任讓公眾了解 他對政策的是非取捨是否合理公穩 因此任何修訂有關監察議員個人利益的規定 要考慮到這個政治因素和公眾的觀感 我們有一些民主派議員 包括激進派議員 竟然可以經年接受 國泰航空公司的豪華款待 包括不久前在此 剛剛發言的那位 梁繼昌議員 你可以接受 國泰航空公司的豪華款待 帶著老婆 我們是蒙在鼓裏 有些人說 整條數加住在酒店 十多萬 有很多人都沒有申報 最好笑的是 有人高舉牌子 說 這個貪爭、貪盡海陸空 大哥,你自己也有份 我一位前黨友 在我當主席的時候 2010年 五區公投之後 竟然接受 國泰航空公司的豪華款待 帶著老婆 我們是蒙在鼓裏 毫不知情 一次不夠 還要第二次 老實說 我們也有收到一些邀請 自己計算過一條數 你憑什麼 去接受這些邀請 請問 收飛機關你什麼事 請問 這些所謂 基本上是醜聞 沒有事 那你就雙重標準 你對官員要求這麼高 要幫他們照費 你自己不照客 你自己也廢 收了黎智英錢 要被人踢爆你才申報 我們這些沒有收他錢 日日被他抹黑 對不對 特區政府成立 已經近十八年 立法會半數的議席 仍然不是由直選產生 功能組別 是小圈子選舉 選民的基礎狹窄 當中 有大量自動當選 部分和商界或業界的利益 千絲萬縷 但是 我們現在沒有政黨法 沒有政治捐勸法 市民監察議員有沒有利益衝突 和其他國家 和地區 比如文件提到的英國 加拿大的例子 相比 當然是相差很遠 人家有政黨法 就一定是 有所謂 政治捐獻法 甚至政治游說 也有 你要去游說 代表某些利益集團 去游說政府 人家也有法律規範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不過你不能如月法律規定 你現在沒有政黨法 沒有政治捐獻法 我們的立法會政黨 譬如選舉的時候 很簡單 你老人家去選舉 那張單很容易報 民建聯存數之父 選舉經費 搞定一張單 那些單頭議員 嚴重了 逐張單報 報少五十元 就挨四十查理一年 在香港是非常荒謬的 選舉的條例非常嚴苛 那沒辦法 我們都同意的 你要選舉乾乾淨淨 選舉的條例嚴苛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對政黨是沒有規範的 民建聯好搭水的人經常說 那你沒辦法 完全規範不到 錢哪裡來 他們不需要跟你說 香港沒有政黨法 那政黨一是有限公司註冊 一是社團註冊 有限公司註冊 每年報稅就可以了 找個會計師 是嗎 即是他有限公司註冊 就要一個結構 另外他黨有 中央委員會 會員大會 黨員大會 又一個結構 是嗎 你香港想這個政治能夠成熟健全 不會發生我們剛才所說的事情 譬如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些 他去收黎智英錢 他不犯法 是嗎 你真的催他不賬 是嗎 你就去罵他 是嗎 沒有用的 他有犯法嗎 是嗎 他大大聲告訴你 是呀 我都沒有條件限 沒有條件的收這些錢 是任他說 是嗎 是嗎 你現在去找他的錯處 就是說 喂 你是不是收了錢之後 在議會裡面 有幫過黎智英說話 這樣就真的是犯法 我告訴你 是嗎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現行這種政治體制底下 你又沒有政黨法 又沒有政治捐獻法 又沒有遊說法 別人在外國的政黨 誰都知道他是哪幾個財團的代表 對不對 選民是很清楚 選民投票給他的時候 是很清楚 他是代表哪個財團的 會是 才投給他 或者是不投給他 所以我是不會支持 任何降低透明度 削弱公眾監察議員 個人利益的修訂建議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 這樣的體制下 沒有政黨法 沒有政治捐獻法 沒有遊說法 沒有遊說法 是嗎 你對於政黨 我說政黨法 最重要的是 第一 就是要在一個 公平公正 開放的 一個體制下 令到所有的政黨 不論大黨 小黨 他都可以 去進行他的政治工作 這個是民主政治 一個最重要的要素 在政黨政治來說 你要保障小黨 還要 另外 看回許氏人案 或者較早之前的曾蔭權 這些貪腐事件 包括 湯顯明 作為一個廉政專員 狂飲茅台 不務正業 喂 政府的申報制度 都有問題 立法會是監察政府 的立法機關 民意代表 作為立法會議員 你經常動不動 就說要PMP 去動官員 你自己都其身不正 你這頭監察人 你是大條道理 代表民意 但是自己呢 所以你一定要以身作則 嚴於律己 提升公眾對議員參政的信心 體現民無信不立的 誠信精神 保持嚴謹的個人利益申報制度 奈何今天就不是 所以這兩條修訂 我不會支持 基本上沒有意思 根據議事規則第83A條 議員披露金錢利益主要的目的 志在確保其他議員和公眾 得以知識該議員的任何合理 被認為與該會議程序有關的金錢利益 主席,你數一下這裡有多少個字 三十幾個字,一句沒有斷句 是吧 我逢是看到這些中文就很猛 我就已經口齒伶俐讀得很順 你就找些人讀給我聽 其他議員及公眾 得以知識該議員的任何合理 被認為與該會議程序有關的金錢利益 傑屈奧牙 行民類罪 是吧 整個句子我都不知道是說什麼 要慢慢度 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些就是 政府草擬法例的時候 也經常出現這些問題 想不到我們立法會 就是你修改議事規則 都寫到一塊塊 簡單來說,如果按照我對這條理解 就是確保其他議員及公眾 可以知道 某一個議員 他是不是有相關的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就是這樣 是確保 那個要申報的議員之外的其他議員 以及公眾 其實這句根本很累積 需要確保其他議員 公眾也包括了 大哥 是吧 主席 我們要知道在法律上披露相關利益 並不能使非法行為 例如貪污或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變成合理或合法 你繞個圈一樣 反而一個嚴謹的申報制度 能夠令議員不時自我警惕 時時確守應有的政治倫理道德規範 在特定的情況 作出相關的利益申報 或者能夠助證議員不具犯罪意圖 表示清白 反為有利 議事規則 83A 豁無三條豁免共同利益披露 議事規則就是規定 議員須自行 判斷他們在立法會或委員會 相關會議所審議的事宜中 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而判斷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準則可能各有不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斷 至於什麼叫共同利益 即是議員在某個事宜之中的利益 屬於香港全體或部分市民同樣享有 亦都難免有參差 這個83A 大A豁無三條豁免共同利益披露 只會增加 紛擾 混亂 產生更多政治上的爭拗 83A 條 只是要求相關議員提出議案 包括修訂或發言時作出利益申報 和84條不禁止有共同利益的議員參與 投票不存矛盾 因此無需將84條共同利益加入83條 事實上 某議員亦都有可能基於共同利益提出議案 包括修訂或發言 公眾有權獲得有關該議員利益披露的資訊 所以在此 我不得不反對 這個83A豁無三條豁免共同利益申報 另外83A豁回二條 無需重覆披露 由於議事規則 對發言次數的限制 在不同的會議就同一二項重覆發言 而引致出現重覆披露的情況 多數出現在法案委員會或財務委員會 基於這兩個會議涉及具法效力的議案 本人不能同意 以以83A豁回二條豁免重覆披露的要求 這個83A豁回二條規定 負責審議立法建議委員 或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需要在他們首次在這個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 就某事而發言的時候披露金錢利益 而在隨後的會議 就無需重覆披露相關利益 須知道議員利益披露的對象是其他議員和公眾 容許有關議員無需重覆披露 肯定降低公眾監察議員的能力 以法案委員會的會議為例 除非公眾看完所有早前視像的記錄 甚至乎他留下這些記錄 否則如何得知某議員在某一次會議中 曾經作出利益披露呢 所以議以第83大A豁回二條 欠缺嚴謹妥當有為議事規則 第83A條制定的宗旨 無法確保公眾知識議員 是否牽涉相關直接或間接的金錢利益 有意見說立法會可以仿效英國下議院的做法 除了在會議紀錄議員有關的申報之外 並且上載下議院的網站給公眾查閱 首先已修訂就沒有納入英國下議院的這種做法 雖然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建議立法會 可以上載有關議員利益清單的網站 供公眾查閱 但由於與時規則沒有規定 便可以上載 亦可以不上載 這亦不是一個所謂良好透明的制度 英國下議院的做法其實都不理想 因為會議紀要準備需時 往往滯後一兩個月 公眾便沒有辦法及時知道議員的利益申報資訊 是嗎 未有修訂補救良方令公眾盡早知識議員相關利益申報 相關的修訂呢 即是本席無法支持 主席 本席僅此陳詞 反對議案 那位兄弟